和亲友们接近美国 各位 大家平安 好 您好 好您 tomar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还有明天 让我们看见 做一件更大的事情是 除了用生命 用个人护去生活的背景 跟历史以外 没有别的继续叛跑 什么是做更大的事情 因为在过去 一般台湾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有很大的问题 而身份认同也是一个 台湾人最困扰的地方 所以造成今天 无论是不同的政府 掌控控制统治台湾 一直到现在 或者是像我们高沙组原住民的身份认同 也似乎过一段时间蛮复杂 蛮复乱的 因为我们又是一般以前都是说 烦啊烦啊 我们是烦人烦人 然后又跑到山地人高山主 然后又进入到在1992、1993到1995 向政府争取你 援助你的正民运动的时候 我们又要在那边抗议有什么 因为一般台湾人对我们说 你是善意人烦人 其实应该没有手 但是因为听起来不修复 所以会觉得说 咦 然后回到家里 就跟一般说 咦到底我们是什么 那到了年轻人 或是跟大学生一起逃离自己的身份的问题的时候 没有啊 人是台湾的主人吗 咦我们是台湾的主人 有什么可以见到什么事情 被欺负 然后 回 然后那段时间跟大学生讨论身份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会被称为主人 我们自己主人好像赤手 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 但是是不是有主人的地位 是不是有主人的角色 从土地的问题来说 那在整个全7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 土地就是说保留地 那三地保留地 为什么会称为保留地 表示你们三地人 这个土地不是你 啊 既然我们是主人 然后土地又不是我们的 那怎么算是主人 所以会搞混 然后就到一般平 我们原住民七年到山 到都市为了生活 为了教育 能够继续升学 那当然也有保障民有 那分数也有保障 那一直到一段时间呢 我就发现了 咦保障还不错啊 可以到好的学校读书 但是到了好的学校读书 又跟不上 因为好的学校一定是全台湾 最出色的前五名 各学校顶呱呱的一个 名列前茅的同学才可以进去 像我们山上的 我们在山上 像我住在苗栗 那苗栗大安系那一带 那我们本来就是在国小 一年级到六年级 我们的老师讲广东话 我们又听不懂 诶 这个语言又给我们搞混了 我们有自己的语言 然后又听别人的语言 然后进入到学校 听不懂又被打 那怎么算是 这样回顾起来 怎么又算是主人呢 真的是搞混了 然后听不懂以后 那怎么可以在六年当中 怎么好好读书 不可能好好读书啊 你为了自己的身份 为了自己的语言 为了自己的土地 为了自己 你看我们四十多年前 将近五十年前 我们是 还好是四脚铺去上课 我们没有什么制服 衣服也是很 反正很普通 很普通 又大吃脚 哦 赛跑是可以的 赛跑然后就 跟平地比赛的时候 是赢了 只有自己 体育方面是赢了 唱歌也不错 唱歌也会唱 但是除了这个儿 生活而已嘛 那还是要面对更多的 尝验更多的领域 所以然后 那段时间 特别是三十年前 以前 把最不好的老师 或者是不听话的老师 编入到山区 然后又没有好的老师 然后又常常跟我们争斗 这样的学校的教育的领域 那怎么会跟得上 同一同学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 国中高中大学 或是一般的机构 这样跟他们拼的时候 有时候 生活方面 然后谈徒方面 又跟不上 有时候听不懂 因为很多人讲佛罗威 那柯家威碰碰哈发 那这些的语言 又碰到语言的充足 所以生活在这种生活的环境 真的是搞不懂 那第二个就是说 不是只有原住民的身份认识的问题 连台湾人 或是佛罗郎 或是客家人 客家人是蛮勤劳 其实都很勤劳 所有台湾人住在台湾 都算很勤劳 只不过是 到了什么程度 就是外来好是进入到 我们的生活圈子 那才是不遗憾 又是中国人 又是台湾人 又是上帝人 又是客家人 又是米洋人 老多的语言 那我们原住民 以前是九大族 然后又分十二个族 那现在又分十六个种族 那平伯族有另外将近二十个种族 因为平伯族被在过期的生活 不论是四百年的时间也好 或是五千年三千年前也好 那慢慢陆陆续续 那当然是从文字方面是四百年前开始的族 那到现在要看见 所以我们台湾人到底是像一样 架杠的台湾人是像一样 凡是讲台湾话就是架杠的台湾 然后说台湾话又有很多族的语言 哎 又在讨论这样的东西 然后一直到中文普遍话的时候 那才发现什么 中国人跟台湾人好像又不一样 那个性又不一样 当然年轻人就没什么不同 因为大家一起生活 那像我们六七十岁 我们在座也有成员 那以前的生活就分得很清楚 那现在年轻人就没有 像我们年轻人 大家都不会分心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都是混乱自己的身份 那身份认同才是关键性 你的文化混淆 然后也是对身份认同 会很大的差距 跟很大的影响 然后进入到谈论说 咦 台湾好像不大正常 那为什么会有人说 咦 我们来正宁运动 台湾人就台湾 中国人就中国人 那有个年轻人说 不分手 不管是山地人 土地人都一样 跨是一样 但是生活的文 文化里面的内涵 有不同的差处 不是哪一个是好坏 是不同的环境造成 所以会造成说 咦 那中国人也没关系 台湾人也没关系 昨天看那个 呃 李一 就是被赶出去的那个 不被我们政府欢迎的李一 为什么赶出去的 他是美国社会学的 史老师 然后我也听 听一下他说 我讲分类 在二十七年前 中国人就是 大家都是中国人 然后又是台湾人 然后一直到去年 这样算起来 进入到真正台湾人 是百分之七八十 已经不是说中国人 那当然是百分之十 到百分之十五十 就是跟中国完全无关 我就是台湾人 那中国人说 我就是中国人 这样的语言 但是越来越多的时候 很清楚 原来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过去无论在高中大学 读书的时候 这个没有去重视 没有被教育 而且我们也没有专门的论述 只是说 这个都是属于政治 我们政治都不要参与 那现在在欧美 为什么他们任何身份非常强 因为把政治跟民主人权 自由和平公义都放在一起 而且是走政治路线的人一定会有他们的民主 民主人权 然后制度 然后有他们自己的同化 那台湾不是啊 他给我们二分法 你不能谈论政治 那我们被称为不能谈论政治 但是谈论政治的人天天谈政治 就像我们教会的基督教教会 大部分在山上都是基督教跟托主教 我们也会被划分为说不能谈论政治 因为政治都是魔鬼撒旦的事 你需要不要 什么撒旦魔鬼的事情 这个政治是一般的生活 怎么会变成魔鬼撒旦或是邪恶 我们又再搞混 然后我们就把它分析 像我们年轻的或者四五四岁的上 就开始研究 开始讨论 因为我们就发现 实实在在在山上的生活里面 那些民意代表 几乎都是被他们掌控所有 没有善定自缘 这样算起来公平吗 我们觉得这样不公平 有钱的人才可以参加民意代表 不管好坏 不管是过去的生活 什么道德伦理 这么多端 只要你有钱都可以上民意代表 然后金主是谁 又是财团 又跟他们挂锅 把山地的土地做买卖 把最好所有的土地又被卖掉了 因为财团 只要给你钱 哇 我们原住民上帝也比较高兴 哇 只要有钱 反正几十万一百万 从来没有看过 因为每 我们这样算起来 一年要赚到一百万 平均在山上往坡 我不去讨论原住民在都市生活 因为那个是他们有进入固定收入 而山上没有固定收入 都是靠天使他们 这样的薪水一百万 大概百分之八十没有达到一百万 那我们超过有五十多万的人住民人口 大概十几万二十万左右 都是在度师父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叫固定 原住民 但是在山区 因为他们不喜欢被限制 因为从小就 大家都很高兴啊 我去打猎我去 去哪儿木头 现在去哪儿木头 连石头也被抓 那当然是道法生灵 是当地的 不是我们的生活 但是因为那个是山老师 是透过关山勾结 他们很厉害啊 现在是把那个漂流墓啊 曾经我们也进入到几个教会的人士 我们曾经到内政 那时候阿兵时代 还比较好有空间讨论 整个的漂流墓应该是 只要台风下来 那木头漂流墓一定是有它的根啊 或是铺杆啊 或是倒塌这样的 但是那个漂流墓都是非常实 又固定超过几次 好长 被拒断 全部漂到旁边 结果它政府就告诉我们说 现在不能拿 等到这个全部都拿掉以后 剩下的一个月就都告诉我们 好 换你们山地人去 一看都被拒掉了 不好的人都留在山上 那好的巨墓 好大的巨墓怎么会变成标流墓 原来我们那一次 到阿兵时代 我们就进入到 内政部什么次 你们知道吗 有几方面 然后我们去谈论 你说 是我们 原住民去倒坎的吗 我们哪来的那么大的巨 只可以巨那么大的木头 原来他们早就 按照像退伏会 就交点 那些很会巨木头的 然后不管是 那个才是真正的山老鼠 把那个巨木头把它巨掉 然后藏在河边 那藏在河边 等到大台风一来 挂下来 当那些被拒的 那个所谓的漂流墓 就被他们拿去 不是就我们苗栗大恩西的 全台湾的很大的西 都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怎么还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因为那一看 还是政府 政府官商都太严重了 然后惠雄惠落也更严重 会被我们在山上 所以我刚刚跟你们传说 只要有钱就可以当初 我们也算过啊 在我们山上明代的话 所谓代表 他们一个月五万块左右 这样算起来 一个月五万块 那十二个月一年 一年 一年才六十万 然后可能有家计啦 有什么特助费啦 还有什么公关费 那只不过是 大概一百多到一百万 大概一百多万来的 在山上 当然在平地都市就不一样了 那当然现在的立法委员 一年才七八百万一年人 所以为什么台南市 那个 我听说赖清德 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 市委员的那些的公关费 客制费全都删掉 所以很多名义代表就 向市长就反派 比如说不配合 议长要他要出报告 那市长就会不要出 所以这样去争斗 不只是他 可能更多的都市都是屋子 因为都不正常 所以在不正常的状况之下 你整个人认同都会不得好 所以不只是身份认同 语言认同 国家认同更更严重 国家认同 我们有的是 说中央六个是不是国家 但是我们台湾政府大家长 在2006年10月24日 控告美国的时候 在2009年4月7号 然后就判决到台湾 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 意思说不是国家 不是国家当然就没有国籍 所以人民没有国籍 严格说来以战争法来说 既然没有国籍 强迫在1946年1月12号的时候 中华民国讲解释这个情况 强迫我们从日本的国籍 进入到中华民国 国民成为国籍 但是国民不是公民 所以这个国民跟公民 我们台湾人都不是清楚分别差别在哪里 那真正的公民才可以选 选举 而且也有被选举 国民不是啊 但是为什么会用国民 表示说这个国家的问题 那国家问题不是国家 简单来说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所以难怪名称都是留在搞混 以前的跟美国邦交 不算说邦交 因为国一国之间才有邦交 才有大使官 但是因为人民之间 因为美国跟中国建交 然后在1979年 然后把那个中华民国跟美国就断绝 那断绝的时候 那当然就为了人民与人民之间 美国人民跟台湾人民之间的关系 跟贸易经济来往 为了方便 所以成立了台湾的关系 那整个这些的状况呢 我们以前没有听过 以前没有听过 来到台湾民政府 才知道这样的状况 我们以前没有听过说 原来台湾有那么多的名称 不能用台湾这个名称 但是跟别的国家建交 是用中华台北 或者是中华台北文化交流处 或者是经济协议会 或者是经济办事处 而且目前他们都是用中华台北 以前都是台北跟日本 台北日本文化交流行为 那日本 美国的纽约 或者是美国在某一州里面 成立我们的办事处 也不是真正的台湾这个名称 也没有办法用中华民国这个名称 因为台湾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更不是国家 现在说成立中华民国 哎呀 慢慢听到这二十年听到说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然后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才知道说 对以后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我们看原文 他们简称是中华台北 但是英文来讲说 Republic of China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就是流亡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他不会说放在台湾 不是 因为台北是一个地方 所以难怪说 台北是中国小庄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 我们一般台湾人 不愿意去研究 除非是学者 法学专家 但是又不敢面对 又不敢把事实告诉学生 又不敢事实告诉 所有的年轻大学生 不然的话 铁方蓝就没有了 所以都在搞婚 而且都是不正常 所以这个中华台北 无论是第一方面 或是到哪一个国家 都是用中华台北 恰意是台北 原来恰意是台北 就是那么长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在台北 不可能说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在台北 以纽约经济办事处 没有那么长 所以简称中华台北 同样的 中华民国简称就是中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 简称中华民国 那中华民国简称就是中国 所以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两兄弟啊 只不过是中华民国是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败 要逃亡到台湾 那有的人说 不要用台湾 不要用逃亡不好听 所以迁移 迁都到台北 从南京迁都到台北 也是他们自己自创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又没有按照国际战争法 因为国际战争法 他们现在中华民国 就想要就地合法 用什么事情就地合法 用选举 你看选举从李登辉总统 开始普选 说人民直选 好听是这样的 但是还是被强迫 还是会选 那会选要回顾 他们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 选取也是会选 一票五千块大币 一票五千块 现在来算法 几百万 一丁 一百万 所以从以前就费赂 一直到现在 中华民国就是费赂选 所以有的人说 ROC就是费赂 不然的话ROC也是算说 纳明的政府 Refuge 纳明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过去都不愿意正面谈 台湾真正的真相 只有来到台湾民政府才发现 原来台湾历史的真相 我们就透过我们的大家长 秘书长正式的来用 国际战争法来研究出来 台湾的方向 台湾从不正常的情况之下 进入到国际地位正常化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台湾民政府存在的目的 那存在的目的就是让台湾也能够走入到国际组织 因为在美国高等法院判决 在2009年判决 第一个是本土台湾没有国籍 第二个是现在的政府国籍不承认 有了有几个小国家 六万几千个人小国 跟他们一起邦交 但是我们还是要用钱 中华民国还是用凯资外交用钱 才可以继续存下去 继续邦交 那整个的事情 现在的政府不是国际所承认的政府 那今天我们还是活在政治业内中 所以本来就是没有正常的台湾人 所以我们大家长 秘书长 唯一的找出台湾就叫国际地位正常 但是他更积极 他积极到什么程度 2006年10月24日 刚刚我们所讲的 控告美国 因为你美国是始作俑者 你把蒋介石带到台湾 然后蒋介石没有按着 国际战争法的规定 他是被委托 被美国委托 暂时管理台湾 他的身份是这样 但是他不以这样的身份 来管理统治台湾 他用压制压榨 来统治台湾 甚至他认为说 我就是被交代 我就是占领者 所以他用占领者的身份 来统治台湾 按照国际战争法 你是被受委托 来到台湾管理 被职 被占领的台湾人 你就要成立两个组织 第一个是台湾平民政府 结果蒋介石不成立台湾平民政府 他成立行政长官公署 这个行政长官公署 他就是要长后 那行政长官公署 后来变成台湾省 那台湾省又不一样了 跟福建省 金门马祖 不是台湾省 是福建省 那台湾跟澳湖 是台湾省 一般台湾人 没有去研究 只有来到我们 台湾民政府的同心 研究出来 金门马祖 是中华民国原来的土地 所以是福建省 因为中华民国是从中国 逃出来 那台湾跟中国无关 所以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蒋介石 强迫把台湾省 纳入在他的统治圈里面 金门马祖台湾国 还有周边的列岛 那他掌控了这五个地方以外 他要成为这边的 就地为王 那就地为王的程度 除了成立台湾省政府 最高的省政公署 以外 成立军事政府 应该是成立军事政府 但是他不成立军事政府 他成立警备总部 那警备总部就是抓门抓人 哪一个跟他跟蒋介石不一样 格杀勿论 等于把台湾人当作狗来看 好像本来有个公文 我们看过几个公文说 这个事可以考虑到可以判十年四五年 结果蒋介石都把他赶 杀 杀掉 强决 他就决了 强决 你看 把台湾人当作不是真正的生命 那么可悲啊 一直到现在 你看他就掌控了整个中华民国 连李登辉也是一样 其实李登辉跟他的特助 是专门跑中国的一些 暗地里面的秘史 跟我们的秘书长很熟 所以刚好认识当中 介绍的李登辉 所以李登辉说 对啊 你们一生啊 你是在日本 台湾研究战争法 你看看 去看看 用战争法研究我们台湾 可以出头地吗 然后 李登辉就介绍的一个何瑞言 美国人 他等于是台湾人的女性 那他的爸爸是 美国白宫情报资料组组组长 所以在美国的历史 在他们的高等法院 最高等法院判决后 然后或者是五十年以后 最机密的就可以解开 所以那些资料 全部都交给何瑞言 何瑞言就跟我们秘书长 严自身武士研究 研究了一两年 2004、2005年开始 实际上秘书长是从 2004后半段到2005 一直研究 甚至研究到什么程度 真的是 我们秘书长的英文造语非常强 那他情报组 资料组给他这个资料的原文 等于跟秘书长自己讲说 等于跟秘书长的高度 差不多两倍 等于说两个秘书长的高度 两排都使用了 就开始研究 才找出晚来台湾狼 武车跑的业去干 他研究出来以后 把他马上记录下来 你看 我们秘书长 台湾路 夏季新台湾路 然后各位手中的这些的资料 然后还有回顾123世纪 还有最终台湾的第一位 两位 写他那么多 因为其实秘书长很客气 他说这不是我的内容 这个是美国情报组 资料组我翻译出来 当然他有他自己的意见 所以这样一直到现在 我们台湾民政府一定要更加强 严堵这几个事 才知道我们真正台湾的地位 那不只是台湾的地位已经找出来了 他反而更实际的 就是抗抗美国 那些条例 让你必须定 只有抗抗美国 唯一的条例 只有抗抗 只有进入到法律程序 才有效 很多的法学专家 中华民国的法学者 或者是很多大学的教授 还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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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实面对自己的真相的时候 不敢走出来 应该通告的 他们不敢 唯一的就是密书 所以我还是回顾我刚刚聚先的跟各位谈 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情 一定要用生命 献出你的生命智慧 就如我们的秘书长 他把他的生命献给台湾 其实中国出逃那一段事 不小心没有人吗 你们可以去看看 里面那一段非常更有趣 而且是真正的给我更大的感动 他逃脱 他在中国干了将近不少的学校 因为他教育机构都是一系列的 一直到高中 所以在四川省的八十八个最高的学校 前一名两名的同学都被林志森博士和秘书长造成 让这一批的年轻人更多的毛泽东周恩来 像有那种非常聪明的领导者 本来有这样的心来造就中国年轻人 因为秘书长他发现说 既然中国是我们的祖国 经我在办教育机构的情况之下 我来造就他 结果有的人在公安最高的共党最高的阶层所 是哪一个学校出来的 怎么那么不曾听过的学校 什么有的学生考上北京大学 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 这个不容易考上 但是偏偏这个学校一查出来是台商林志森博士班 就开始调查林志森的身份 然后最后说调查到什么程度 原来他跟李登会认识 那就招压了 所以公安就开始继续刁难 他整个的教育机构 有什么缺失 有什么忽略 其实不是缺失 是公安自己定定的缺恶 所以把罪列出来 你这个不够 你这个建筑还不够 你的比例 我们中国人在这边受当老师的比例不够 你要加 在不够之前 你必须要被罚款 建筑物业被罚款 文化教育制度里面也被罚款 然后又控告到法院 几个公安就可以扣告 然后到地方法院的时候 看到那不是在我们那边的公安吗 怎么会跑到法院里面 怎么会认识 那么公安就是这样 谁做的 他就可以做 一般的公安人都可以做 像我们在这边的警察 他不会随便乱做 至少有这个制度 所以开始开始 削减林志胜的能量 最后林志胜 我们的秘书长 就认为这样不对劲 东西外面的东西 或者是建筑物 或者是钱 身外居 生命最宝贵 所以他就开始要怎么讨论 开始几块 除了这些公安花了几百 几十万 甚至花了一百万的人努力 都花了不少 结果没有办法拿出来 本来已经困高瘾了 结果到最后还是拿不出来 法院还有地方的那个头头 又不愿意赔偿 那都是他们已经串锋起来 所以最后他就进入到 被公安人员来去盯住 最先是四个人盯住他 等于变成软禁 到旅馆 四个人照顾我们的秘书长 差不多一个多月以后呢 就发现说 这个林福市这个董事长还不错啊 那些公安人员跟他看守的四个人 就觉得说太多了 两个人就可以了 反正秘书长也讲说 这个四个人两个人都没有关系 反正给他小费 有一次小费三百块 一百块两百块 人民币不满都吓一跳了 太多了 这个林福市你要照顾你自己的家人 你也辛苦照顾我 这样 然后一直到快两个月的时候 他就发现非得要离开 那刚好这个四个公安变成两个人 两个人就已经对于秘书长有信用 这有一天 秘书长也已经预备逃 那 就跟那个公安人员说 你帮我去买秘书一下 没有关系 反正给秘书长留下来 这个董事长在那边都应该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去买秘书的时候 他马上逃亡 开始逃亡 也是逃亡 逃亡的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进入到他上海 先去处理他的经济的问题 然后再回来到下面 下面那个偷渡客 不是偷渡传夫啊 他们在偷渡客 你是台湾人 投帝到台湾 我第一次平导 所以台湾人逃不到台湾 我逃一次停点 结果他就还是给他十几万的人民 然后一直到目标是金 但是又不敢问 反正下岸就好 下船就好 所以原来是到了进来 然后就打电话给他的弟弟 台湾的弟弟 然后台湾的弟弟就接下 金门的一些警戒人士 然后就找 晚上 他们也是找了一个多钟 他们到什么程度才会找到 我们的秘书长 那秘书长 你们怎么找到了 因为他下船走一个钟头以后累了 因为本来是穿皮鞋 水是那么深的 膝盖上 在一个多钟头皮鞋破掉 帮子也破掉 脚底也受伤 因为很多贝壳 最后就用那边柱子 铁柱在那边 休息 就向上天祷告 说上天啊 我已经辛苦的在中国办了教育机构 那现在我逃出来 您只要把我的生命保住 我后半辈子的生命奉献给自公给台湾 他头上面的星星在那边闪烁 然后找金门人 还有受他弟弟委托的要找秘书长 然后看到他 那边有星星满量的话 在那边闪烁 就发现出原来秘书长就在那边 所以才发现出原来上天为了我 我把生命也陷入台湾 一直到现在 哪一个真正的伟人 奉献给他自己的政府 除非是他很清楚 所以秘书长他就很清楚知道说 唯一的路线就是要帮助他 所以他刚好有那个机会去研究了 有没有 然后我刚刚所讲 唯一能够处理 除了已经有那么多的资料 唯一的就是要控告美国 只有走入到司法程序才有效 所以政府之间可以控告 国家特别是美国 只要是人权可以控告 其他都不能控告 所以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借过228个人的名誉控告 美国 所以到了 你看2006年控告 然后一直到2009年高等法院判决 发现说原来台湾人还是活在政治里面做的 那第四是说 美国还是主要台湾的主要占领求 蒋介石之国是受麦克阿赛代表蒙军接受日本投降而已 不是把台湾交给蒋介石 但是蒋介石还当中华民国这个体系呢 把他改变我 你看这个投降数据在我手中啊 表示台湾就是要交给我 那就开始投资管理 那他认为说 只有我成为这边的用什么方式 用民族选举的方式 当然这个是李登辉以后的时代 但是国际战争法写在清楚 你流亡的没有办法就地合法 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然后占领者也不能移转主权 所以这个台湾澎湖周边的列岛 不能成为美国的一州 也不能成为中华民国的土地 所以在1950年 周恩来派五休全九人小组 向联合国抗议 因为美国你干涉了我们内政 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 你干涉了台湾 所以我就向联合国控告你这个美国 那控告以后 在九月当中再讨论 最后九月下旬 好像是九月下旬 好像就是九月下旬开始 联合国决定以后 联合国理事会否决周恩来派的五休全 谱告美国 这个案子否决掉 很清楚那个就是我们最先的台湾的 很清楚将在国际组织里面所记录下来的台湾的地位 所以台湾的地位不是中国的领土 也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因为中华民国是从中国逃难出来的 它不是属于台湾的 所以台湾更不属于中华民国 所以这个很清楚 历史已经定位 国际特别是联合国 已经定定这个最有根据的法源根据 竟然台湾所有 鲁马民国政府的所有的法学公司 不去研究这一条 都是用开罗宣言说 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 这三个领袖 他们自己讨论的 美模而已 而不是国际条约 也不是和平 庆论到其他国家 讨论在参众议会所讨论的 没有这些三个领袖而已 那三个领袖这一个 异象书而已 是一般所讲的美模 一般讲的是备忘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造成根本没有法人根据 而且他们也讲说 你在这一段时间 你们中国不能侵犯他国 刚刚那个1950年也是碰到了 中国人混产岛侵入到南北韩 朝鲜战争就开始 所以划分南北韩 所以既然已经进入他国 所以台湾就没有办法 照着他们三个领袖的意愿 来还给蒋介石 所以这样的事情 中华民国一直到现在 拿开我宣言当做说 你让你已经交给我们蒋介石 那我们以前有研究过吗 以前有听过我听过 不办啊 只有我们来到台湾民政府 才清楚有这样的事实 所以刚刚我们所讨论的 我们的林志生大家长 酷告高等法院的最后判决 五项当中的最后 第四项是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第五项是 你们被告的美国政府 高等法院的判决 要按照控告你们的 这个台湾民政府的内容方向 帮助他们促成他们成功 促成他们来实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控告美国 因为人权的问题 台湾人权的问题 中华民国压制到现在的问题 都没有处理掉 所以唯一今天的台湾 还是不正常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 亲自进入到台湾 成为美国的主要占领全国 来亲自占领台湾 台湾才有机会 进入到国际地位挣扎 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 台湾民政府的目标 就是为了台湾人民的后裔 为了我们台湾人 为了国际才知道台湾的目的 原来就在这个地方 而不是中国人 也不是中华民国 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就是台湾 中国就是中国 一般台湾人都会讲这样 中华民国是冥王政府 但是他们有去控告吗 他们有把这个实际的告诉 在新闻媒体坦荡荡地 把正式宣示出来 今天台湾的问题就是 活在这个流氓政府 他们敢吗 敢了 敢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突破 这样我们才有出逃避 在做的有很大的使命 有没有这样的心 有没有继续打到 这样好吗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 一个问题就是一直活在 在这种不正常的地位下 你怎么会带动台湾人进入到国际正常化 只有我们秘书长 他牺牲巨大的代价 用自己的生命来帮助我们台湾人 今天我们参与这样的行列 也是用我们智慧跟生命来帮助台湾人 让台湾人进入到国际地位正常化以外 我们还要告知美国 现在的要处理都在美国总统的手中 只剩下你这一咖 所以为什么我们国际公关公司告诉我们 好没有关系 虽然都在美国总统的手中 我们还是在他周围的幕僚团 川普的幕僚团 他还是告诉我们国际公关公司说 你们看看能不能慢慢进入到国际组织 就是让我们能够先明出来说 原来台湾民政府有存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年非常辛苦的 你看 不但中华民国打压 法官也在打压台湾民政府 我说诈骗集团 你诈骗集团怎么还会一直流程到现在 中华民国你再碰到违法 违法还有判乱马上抓不是吗 隐纳对2008年我们成立台湾民政府 到现在都是一样的顺畅 因为背后就是美国 今天我们有的人说 隐纳要靠Biko 你没有靠美国 你还要靠谁啊 他是主要的占领全国家 他是应该要好好地出点我们台湾的问题 你還要靠姓 要靠姓 靠下腦 當前靠美國 靠美國這樣不夠 靠過他 所以我們明明知道 厲害不厲害 有聰明 不是只有靠這次嗎 2015年第二次 再靠過美國 跟中華美國 2015年2月28號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就很清楚 那控告以後 在2017年 在6月底 美國 對不起 8月29號 美國放棄抗電權 然後8月1號 一樣的港年 中華美國 也是放棄 抗電權 意思就是 真正的台灣民政府所控告 中華英國 和美國這個事 屬性存在 所以今天還要說詐騙集團 而且我也還告訴 我們的國際公關公司 除了我們參加 瑞士領袖高層會議以外 也參加了 也參加了聯合國大會 一些小組織的小會 也參加了幾次的小組 所以今天 美國也不罷休了 就開始因為 我們的大家長控告美國以後 美國才真正的 按著高等法院所判決的時候 你們背高的美國政府要幫助 研告你們的內容跟方向 能夠實現出來 有沒有實現 一步一步只實現 一個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是在美國軍事政府底下的 給了台灣民政府合法的組織 所以給我們台灣民政府身份證 我2013年 4月25號 我進入到美國海關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們17個代表民政府去美國 本來要開國際記者會 剛好4、2、5發生大問題 就是蔡集言的前任總理 開始宣布說 我們不靠這個台灣民政府 我們只有靠台灣政府成立就可以了 變成台灣獨立的一個傾向 所以美國說 你們在我們自己的國土 美國本土 你們在那邊 竟然 你所派的這個17位 在那邊發聲說 台灣獨立 我們的律師 沒啊 你看看 整個的畫面 都照了一清二楚 美國CIA也馬上傳給律師長 我去那個記者會的那個辦公室之前 我還到處看 有沒有看到 我自己心裡想說 我們開這個記者會 美國CIA應該早就已經有放特別的功能 但是我吵不出來 因為我是外行 原來早就把這個圖片 我們所開會的內容圖片 都傳給律師長 所以那時候律師長就告訴我們4個人 夫人還有 還有一個 三格林 然後那個 還有一個許婷侯 本來我不知道 我第二樓 我二樓下去 剛好 夫人她們三個在廣場 還沒有人 夫人就告訴我說 雅夫 我們因為有事情 我們提早回去 好不好 我說好 只要夫人講的 都是聽命 所以我們就提前回來 那用這樣的方式 秘書長說 沒有全部我 我們有4個人提早回去 不認同剛剛前一天的記者會 然後一直到現在 等於說只有我跟夫人站立到現在 因為那兩個都已經有著叛徒 有著不差交流 所以我是代表高砂祖母的時候 當然這個就是夫人給我這樣的機會 而且給我更大的感動說 只要夫人說什麼 就做什麼 所以這些都碰到的問題 美國早就已經掌握了 所以很清楚 除了我們去這個美國海關的時候 中華民國護照已經蓋好 我就拿這個中華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實用證 我就告訴美國海關 幫我刷一下 看有沒有用處 一刷 他說沒問題 因為有晶片 還是是美國軍事政府底下的 還有國際戰爭法的規定 都寫的一刷是在今天裡面寫的 所以這個就是美國在幫助我們 那旅行政見本來要幫助我們 但是美國的人權律師說 修淡解決 你們要不要用美國護照就可以 不必理性政見 因為多的程序 就等待美國護照就好了 當然我們的秘書長 心中很高興 但是他還是說 我還是要回去告訴我的 所有的童心要不要接嗎 所以秘書長都問我們說 你夠厚教 嚯啊 站起來 全部都站好 所以我們就等待這個美國護照 你知道美國護照 幾年才拿到美國護照 綠開以後 美國護照 四十五六年 對不對 有的八年十年要看什麼照片 除非你特殊的幾千萬的錢 在那邊才比較快 然後這樣算起來 也是差不多七八百萬到一千萬的 才拿到美國護照 美國護照 那美國高等法院判決 你美國愛幫助 網購教 兩百年十五 所以幫助我們能夠得到 美國護照 這個是已經快了 因為只要執政 美國護照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就是今天我們國際公關公司的人員 在幫助跟美國接洽 因為要跟美國官方要接洽 必須美國政府認同的國際公關公司才可以接洽 很奇妙 我們台灣政府2008年2月28號成立的時候 過幾個月就成立了國際公關公司 實際上這也是美國 為我們幫助我們 另外幫助我們就已經進入到國際地位 慢慢的組織 我們等一下也會看筆下 那今天為什麼台灣人都不願意知道台灣的地位 政府五片夠熟悉了 政府都不願意講事實 而且都在欺騙台灣人 那整個的無論是教育、經貿、文化、政治、族群 這個都是今天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那處理的問題都是一些現在碰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看一個機會、一個契機 機會是一個在那一場那 那個是一個機會 可能在幾秒鐘或是一天 或是在那幾個小時 或是你在考慮的時候 那個機會 契機靠跨 這個契機呢 這個契機呢 你能夠促成台灣人最好的契機 就等於你幫助了整個台灣人生命的命脈 也是創造一個新的歷史 一個契機 也是幫助台灣人知道說我們事實的真相 不是從現在開始 應該從我們台灣政府跟秘書長的整個 來龍去脈所認識 一直到現在到將來 這個都是一個機會 但是這個契機呢 是整個給我們整體信 但是秘書長說 我們不要重蹈中華民國給我們機會的輔測 意思是說我們今天不能再進入到中華民國 這樣的歷史這樣的欺騙這樣的壓榨 我們不要重蹈他們的付出 我們全部都要改變 所以秘書長說 為什麼要進入歐美的能夠吸取歐美的文化 來去掉中國的文化 意義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 在 2016年我們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一個新聞 美國防護國家安全署 美國防護國家安全署正式批准台灣政府 為外國政府 很清楚這個就是 我們 美國把我們 處理台灣問題的 台灣問題的一個 最先的一個前奏 外國政府 外國政府 不是中華民國裡面的體制 是在美國在合法之下的 是外國政府 因為在地位上 就是一張合併條約 第二條是 雖然日本放棄 這個第二條是日本放棄台灣同學 但是這個放棄呢 是 all right all claim all title all title all是複數 為什麼 right claim title 不加s 因為 裡面有一個玄機 一個 偶妙 微妙的事 原來 只有 日本只有放棄管轄權 沒有辦法放棄 所有權 每個 就是底片 那 但是他們研究 究竟在河邊 聊一趟 不了解 只有 我們秘書長 很清楚 而且在情報組的資料裡 都寫了一清二楚 第四條 美國可以處理 分配台灣 所以他是 怎麼去處理 就是 因為日本投降 所以把這個權力交給美國 在這個第四條裡面 二十三條 A 就是 很清楚 這個佔領者還是有 只不過中華民國 我講這件事 這個是被委託 它是管理 托管的一個關係 受委託的關係 而不是 它是佔領者 那雖然有的 也很像佔領者 但是主要的佔領者 還是佔領者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救濟商和平條件 最重要 法源根據的 一個條例 除了我剛剛所講的 聯合國 否決武修全九人小組 中華人派的 否決掉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 也不是中國的領土 這個是最大的一個 在國際組織 而且最大的聯合國裡面 紀錄 記載下去 這一個法源根據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在1895年馬關條約 就是日本的下關條約 那邊所清朝的大皇帝 把台灣日本 台灣澎湖列島 永久割讓的日本皇帝 所以所有權重是在日本天皇 那今天日本天皇是 跟日本政府是二元制 跟英國的二元制一樣 所以所有權是在天皇 就像英國、歐洲、加拿大 所有權重都在女王 那可以自治也可以獨立自治 但是不是像我們今天 台灣獨立的人 跟台灣在那邊畫香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台灣獨立 兩個巨大的原因 因為法源根據地位 已經寫得一清二楚 我們怎麼會成為獨立呢 因為所有權重 在日本天皇 那主要要佔領全國家在美國 你要獨立 你要獨立 你是不是要跟美國先做戰爭 戰爭 我們就是 何必戰爭 所以你還要臺灣獨立 我們就完全交給美國就好 因為它是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你還要台灣獨立 會更多巨大的福利還在獲得 因為我們執政以後 因為我們執政以後 還是會跟美國 應該計較就要計較 因為太多秘書長 很多的機密在秘書長的手中 都一清二楚 所以在這個地位當中 我們就沒有辦法 因為在鮑威爾 2004年10月25號的時候 鮑威爾講的前國務卿 美國前國務卿講得很清楚 獨立意味戰爭 所以你獨立就是要戰爭 要跟美國戰爭 那挖口年輕人就不要作戰了 而且我們都很有福 在美國的管轄權裡面 所以今天美國就出手了 所有的跟中華民國參與政府 現在都是用台灣 從來不用中華民國 有沒有發現 這個也就是預備台灣民政府 這樣來接政的一個方便 不然的話 跟中華民國 本來這個中華民國 就沒有這個名稱了 則不是自理當局而已 那為什麼現在給你台灣政府 或是台灣總統 給你一種 好像說是有那種享受的味道 但是實際上其實要讓預備行 將來更大的後面才是台灣民政府 所以今天5月去年6月12號 內湖美國亞太中心的軍事指揮中心 開始落成 然後今天5月6號開幕 開幕的時候去宣誓喔 而且我們看看是不是 在宣誓的那個人 是不是川軍政府 一旦川軍政府的就是宣誓 我就已經在台灣了 其實很多美國亞兵都早就在台灣了 清泉鋼啊 左營啊 七龍啊 還有這種新竹都有 但是真正最多的兵是在關島 想了很快 結果中國現在他們都在談說 從美國本土然後幫助台灣 還有十幾個小時 還有幾天耶 那幾天 台灣早就被中共滅掉了 共秋為止 好像小孩子在講 還有日本耶 我們的祖國耶 你看美日安保條約 為什麼他們先訂定 很清楚就是為了中國 不要讓中國欺戰 平衡台灣 結果一般台灣人還是看不懂 家宰不爛台灣的政府 這樣喔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巨大的一個 也是一個給我們巨大的氣質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要清楚我們裡面有 比較厚表偉妙的 意義在裡面 這樣這對夫妻 這些我們大家找也很辛苦 吳怡林事件 你看 吳怡林事件 你們知道嗎 5月10號那天 法官上去半夜 關 把我們秘書長和夫人 還有他們幾個人 關到看守所 半夜12點多 然後三點多就馬上有新聞報導 有這樣的事情 什麼 三個化美 還有新聞報導 平常最大的事件 只不過在六點新聞大快報才會出來 不是嗎 是按摩 讓人的必須定 三點左右就有新聞報導 在那邊正先恐嚇 雕喜 雕事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的大眾 大眾文章 調高嘛 夠毅 夠毅 就是要打擊我們唐明政府 先抓我們大家 但是一直到現在 就沒有這樣的事情 最後法官 而且現在大 蔡集員啊 他說 我沒有扣告啊 我哪裡呢 我沒有告訴他們 是不是來扣告 秘書長啊 這樣 馬上 話馬上一變 所以這個人 應該很快就會解案 而且美國也從中出手 用美國再關心 你的秘書長 阿威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真的 希望大家都更清楚 我們再回顧到 國際公共同公司 告訴我們進入到 國際組織的一些的廣告 G7 你們知道嗎 聯合國的七大工業國家 本來第八個是蘇聯 因為蘇聯它侵占了一個小島 小國 所以被排外 所以變成七個工業國 他們所討論的這交點 G20 這個20就是20個國家 等於是VIP 是這個七個工業VIP的國家 然後把他們所討論的議題 就放在20個國家 討論以後接納 要不要接納 就成為第二名 所有193個聯合國的會員國 往這個方向走 他們原來所討論的議題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的 聯合國的一個程序 你看 我們也希望台灣能夠貢獻給國際 但是因為現在台灣沒有國際地位正常化 所以沒辦法進去啊 所以最後國際公關公司 美國那邊的官方說 盡量參加國際組織 能夠顯露出你們台灣政府也有人才 那今天我們把這個官方的雜誌呢 不管是觀察家或是政治觀察家的整個基本的 美國官方的雜誌 都寫著一心二處 把我們的廣告 最先三年前四年前 在G7把我們的廣告 等於從那時候一直到現在 每年都廣告出去 讓一百九十多個國家的聯合國會員國 在官方領袖方面 他們知道我們台灣政府的存在 我們台灣政府是為了自由來奮鬥 為了人權來奮鬥 為了要讓全球的人國際組織來承認 也進入到我們台灣人民的心聲 也讓他們也進入到國際組織的一個機會 所以這個三方面 只是我們台灣政府最大的一個工作方向 所以他有一句話說 台灣人的政府就是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就是台灣人的政府 不是中華民國 講得很清楚啊 所以這個就是讓很多的國家知道說 也有台灣民政府跟中華民國還有中國的 原來不一樣 讓他們也知道 我們這樣出去然後聯合國 那這一次的白宮 他們的白宮宴會 就邀請我們 本來是我們 本來要派秘書長夫人 但是夫人很客氣 因為可能還在他的案子還沒結案之前 在中華民國什麼事情都會做 所以挑選了我們一個大城 然後參加 大概這一兩天就會 應該去美國 就參加白宮念客 這個就是說 讓他們知道說 這個就是台灣政府 台灣人的代表 這樣有法律嗎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巨大的 給我們一個懷疑 你看 越來越多 美國政府都一直在幫助我們 所以美國政府都很清楚 聽高等法院的判決 你們被告的美國政府 要幫助言告你們的 台灣民政府的所有的路線跟內容 能夠呈現出來 所以今天這幾年都在一一一都表現 特別是台灣旅行法 美國國防授權法 然後印太保障法 然後最近這一年又有台灣保障法 這幾個 這個就是很清楚 要讓中國人知道說 中國人根本休想去平衡台灣 所以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 很清楚是美國佔領區的一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說 美國人講國家安全署說 台灣政府是外國政府 這個就是它已經列出來 它一步一步的在做事 非常有條有理 有程序有過程 你看美國做事就是厲害之類的 不像中國還沒做事就發聲 亂說 這方面又一樣 在台灣的中華民又一樣 報告假新聞 所以這些都是 你看都搞混了 一般條人 無情無錯 家宅有爛的台灣人政府 今天我們的另外一個使命就是這樣 告訴我們台灣人 最起碼告訴我們的朋友 親朋好友 所以他們最先會反對 啊那也好一批 那 到底你真的騙我們什麼 對啊 他詐騙我們什麼 很清楚啊 那是我自己 上課樂意的啊 就像我們跑到山上的山莊或是別墅 一個晚上有的是五六千塊 八千塊 也有一萬多塊的民宿 幾枚 我叫你 不是剛剛說的 肯定也一樣 帶抱也一樣 幾枚就晚會了 那我們這不是簡單樸素 因為我們要從簡單樸素來開始 這是秘書長告訴我們 所以初級班六千塊 高級班一萬塊 這個是吃住 然後我們還有教師 這些都是也 額外也會幫助我們需要幫助的 台灣民政府需要 當然這個都是我們的樂捐 今天有本來四十幾個 公告沒 公告我們台灣民政府 而剩下十幾位 因為其他人 我沒有公告啊 是我自己 萬元 紅片樂絕 甘萬 而且也不為過 六千幾萬 那整個我們每次來的 假如說 這個鋪五塊以後 每次來兩千塊兩千塊 這也是一樣 兩枚 兩天一枚 兩天一夜 兩千塊 不為過 更少 就讓我們簡單 吃的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自己 都有一個奉獻 那今天會改掉 然後 到了 我們整個 碰到五一零事件 以後 好像說 啊 大家都會 放棄 反而 我們各州 七個政府 七個州政府 都更加強 而且都 繼續 游行 繼續傳文宣 不因為 五一零事件以後 我們就 逃亡逃避 沒有 反而更凝聚團結 所以 我們的祕書長 很感動 我們每年為什麼會參加 日本天皇 去禁見 然後又去 去 禁國神社 那邊有三萬九千一百個台灣人 犧牲 因為當時就是日本國民 日本國民 當然就有參政權 有參戰權 結果 教育告訴我們 你看 日本人強迫我們台灣年輕人 那 禁國神社是很特殊的人 有貢獻為國家犧牲的人 才供奉在那個地方 台灣人 當然日本 也不少 我們中國台灣人是 三萬九千一百 萬五十十 他們說 我就同樣在那裡 我媽媽的第一個先生 也就在那邊 也參加了這個 我媽媽的第一個先生 高砂一永久 為什麼秘書長要我們 改為高砂這個名稱 就是因为我们本来说 原住民是已经从山地人 凡人高山主 然后山地上包 平地上包 原住民上包 原住民平地上 那么多个名称 这个是地方民国好玩的 我自己要争取 我们自己要争取 我们这些名称都没有 只有网主 结果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没关系 我自民山地人妈同样 什么同样 没同样 就有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说新住民 不然的话你们是先住民 先住民已经是悄悄的先住民 然后最后的结论就是原住民 然后我们2012年 2013年 民事长跟我们讨论这个名称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更大的启示 在1923年 日本天皇的太子 来到台湾巡视 然后看到高山主在那边唱歌跳 哇 出了吗 这怎么是反正 这个不是反正 啊 高山主就改为高山 所以高山主的意思是说 虽然住在山上 但是保护山区 然后歌舞都非常珍贵 保护他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要学习 高山主保护自己的文化 所以把他称为高山主 所以那时候跟民事长 我就接纳跟民事长 所以以后的原住民改为高山主 所以有的人说 兄弟啊 怎么又有高山主 又不一样 东西不高嘛 那原住民就是因为 那平补主百分之七八十 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的平补主的后代 都是我们台湾人 大概这百分之几是中国传下来的 那百分之八十五都是我们平补主 都是台湾人啊 什么像你们的妈祖在那边托梦啊 这个都是中国人流传下来的 不习惯 一千百分之万五美妙啊 我们哪里有妙 没有啊 我们就是一个名啊 只不过是因为中国要统治台湾 所以把宗教也胜负住 所以搞混了整个的妙 所以将来我们有一个政策 有可能的政策 以后的住室不是有钱才可以当住室 是那个社区来选举 哪一个最标准的社区当地人 在地人当住室 这是将来的政策 当然这个很困难 一定会打来的言钦标不会放给你们 但是这是将来的政策 因为只有在地人了解 以后我们将近二三十年 无双五 要记得哦 二三十年没有选举 这个才是真正先打破 我们身份认同的搞混 所以一旦没有选举 表示你这个中华民国不是就地合法的 是外来的 以后人去 去与我妈做嘛 还有平谈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事情会慢慢 透过我们的教育 也是透过大家 慢慢跟亲朋好友好好谈 当然你从昨天今天 今天还有初级班上课 可能你们听得蛮多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的不足 或是还是要继续学习 所以为什么会鼓励大家 每星期中华民国人 没有空就 你失去哪一周 你就参加哪一周 看你的时间方便 最好是一个月 一次两次 没办法 原来是规定最少两次 除非你真的没有时间 也可以多邀请你的亲朋好友 跳跨买听一听 因为现在各州的小组讨论 也改变方式 就像中央一样 我们Roll Call的意思是说 小组方式讨论 有一个主持人 然后三四个代表在那边讨论 有一个议题 然后又分一个小子 大家讨论 以后的连州办 也是往这个方向 其实有的州办已经在做 所以这样的状况 要继续来学习 就像我今天 我说2011年进来的 我还是要继续研究 我还是要继续研究 让台湾新台湾论 好 刚刚收起 全力义务 喊你喊你 禁台灣的全力义务 你不是剛看你而已 你還有義务 還有義务要幫助台灣的正常化 所以我們每年為什麼要跟日本天皇 還有進過神社 就是要教醒 教醒一般的日本人 好高興 聽到有人還在政府 有一次我穿那個頭目的衣服 我們的走廊 石龍走坟 我們那邊也有照片 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就跟他聊聊 講不標準的日本話 就跟他聊 然後他做了一個見證說 若不是有一個將軍退休的 還看到我們 他就掉了眼睛 不是高砂主救我 我早就被刺死了 因為那個將軍本來在上面 但是那個高砂主的親眼 把他藏在屍體裡面的裡面 不曉得有幾層 大概三四個屍體在上面 讓將軍在裡面 然後高砂主就在旁邊 反而高砂主犧牲 將軍就被救出來 所以他一想到他的故事 反正掉了眼睛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因為生命換來的代價 今天我們歷史長 就是用生命代價來幫助我們台灣人 我們就應該要跟著一起來為了台灣人 所以還是繼續傳 在2009年是2月15號的時候 習近平當副總經理 副總理 他就告訴日本天王說 咦 我們中國今晚有錢 我們來買台灣 結果天王說 我們從來不賣東西 所以只有二十幾分鐘左右 這個習近平就回去了 所以他在副作的時候 很清楚啊 也是清楚啊 台灣是中國的 所以他想要買啊 但是今天他還是 從今年1月2號他的宣告 他們幾週年這樣慶典 他們這個中共的時候 他就宣告了台灣方案 就是要讓所有中國人說 台灣就是我們的 台灣就是要一國兩制 就是輸入一個中國 台灣是輸入一個中國人 他就強化這樣 你看 他已經忘記 不是忘記 就是挑剛不要做事實的陳述 都是用騙 所以剛剛我們所談的 這個壓榨的事件 都是律師長找出來 然後告訴你 那這個中國的壓榨 就是因為 我們要更清楚 台灣政府的地位 因為那時候就 吳伊林那一天晚上 你們也聽過消息 你們也聽過消息 在那一段被抓的時候 就很多不同的看法 那當然就他們說 你看你們的頭頭被抓了 你們台灣政府就是 政治的詐騙集團 但是今天我們雖然在困難當中還是繼續做 今天的財討都是跟ROC一直掛過到現在 所以不把事實告訴我們 所以連他們自己觸犯自己搞壞 這個都是他們中國人的問題 所以都在破壞台灣人 今天以為說跟台灣人中國人一起選舉 有公投選舉有民主 根本不知道國際戰爭法 他們以為說有選舉 中國人就可以留在台灣 感情當然我們不能隨便亂敢 但是依法的話 你就要按照法 除非你不認同台灣人政府 否則你就認同台灣人政府 我們還是包容給他們一年左右的事件 思考一下 你要不要回中國 要不要回進了馬祖平台 活因洗肝來科學 這個還是有人性 台灣人政府還是有人權 這次的新的處長AIT 美國在台協會的立處長 講得很清楚 我這個AIT雖然是人民與人民之間 官方半官方的代表 但是最後5月6號那很清楚 才知道美國政治的代表 立處長則不是代表美國跟台灣人民之間的一個辦事 最高層次最高層次的人員 最高層次的人員 最高層次的人員 他的歷史也是 他在美國 他在中國 他在台灣也是滿支持的外交官 但是去年我沒有改 你看761 將近七角 可以容納6000夫住在裡面 而且全台灣最深地下的大概5、6層 101地下是5層 AIT好像是第5層 而且電梯、佩隆 還有29個人 尤其是為了戰車 因為那是真正的美國亞太地區的軍事指揮 所以很清楚他就是一定要保護台灣 你別的 不管中國說什麼 你甘生略症 病大胃的 是我自己應該做的 這個才是真正美國的義務 所以所有的武器 不管是軍售也好 到最後 我們指證什麼 以後他要效能諸 所有的軍事設施 要效能諸 這樣後來台灣有錢 當然 你看 效益與美軍 向效益諸 住了好多人 百分之六十幾個是美軍 給他們租的租金 而且 一塊錢租金 他們的效益的租房子 很便宜 這我們也會改善 所以 你看 剛剛我們的頭心講說 這個內湖就是 美國嚇得住九十九年 再加九十九年 然後 還可以繼續 允許 就是 實際上就是 除了美國自己的利益以外 幫助太平洋 那個太平洋 本來是國際海線 所以 他也幫助 也幫助美台 所以 那些負面的消息 假新聞 真的是 不必看 在今天的 蔡英文政府 趕快 你說不定 蔡英文是 國民黨派來的 成為民進黨 然後滲透了 那你從 入委會 那個是國民黨時代 然後一下子 會了總統 今天韓國瑜也是一樣 會了總統 什麼都變了 不過他原本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中國一派 所以你只要寫和平協議 要遭陽 所以 當然這個是我們希望 不要等到明年 要等到明年 要讓他們的選舉 我們當然期待到紀念 能夠該灌 這個是我們的期待 好 這個 超級厲害 我們也知道 今天的明政府 還是外交十幾個 都是小的國家 那但是 律師長 他還是 雖然 太多的被欺負 而且是 律師長也跟法官講 那你用什麼 中華民國的憲法 定我哪一個罪 中華民國也沒有存在 法官不曉得怎麼回答 所以繼續運作 很辛苦 你看 中華民國的警察 還可以保護我們 台灣政府的遊行 那詐騙集團 怎麼還有警察來保護 為什麼有美國 美國是佔領 主要的佔領權 那我們是台灣政府的旗子 日本是因為我們的祖國 所以還是 這個三個旗子會其實存在 我們那一次去了 我們那一次去了 有三個單位主辦 這個 Ezenal 政治官方的雜誌 研討會 也討論台灣政府的地位跟角色 立場 都在討論 所以我們也參加了這個 有一個電視頻道 給我們也是播出去 讓我們美國人知道 今天的台灣政府的狀況 好 所以我們剛剛所講的名稱 就是我們的大家長 唯一的找到正確的路線 就是 這幾個國際戰爭法 就是那法定條約 美國憲法 還訴訟聯邦法院來 來讓我們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所以唯一的讓我們今天出頭天 就是 因為很清楚 只有依法 來轉型正義 那今天 蔡英文哪裡有轉型正義 什麼都沒有 就是假新聞 整個都會破壞 所以唯一的就是我們 繼續來我們台灣政府的 一個正常的工作 那今天 我們也看了幾個 過去一兩年的新聞 台灣年輕人到別的國家詐騙 因為他們拿美國 比中華民國古早 所以全部都送給中國外交 所以全部都送給中國外交 沒有帶到台灣來 因為中華民國豪叫 就是中國 所以 其實中華民國也不敢接 一旦接這些 那麼多人看 總共545名 要幾架飛機 不是一次就545名 是兩年來的 的統計 還有其他幾年更多 那紀念可能也說不定也有 所以這些都要 中華民國要預備飛機 來好像歡迎他們 然後射這邊的審判 那射這邊的審判 還要經過被詐騙的 這幾個國家的資料 你看往來付去的資料 然後飛機票 每個人都要 你看 作難犯罪的人 還給他們坐飛機 太豐肝了 所以他們不願意接納 中華民國也不願意接納 就交給中國 當然私底下 也有的有處理 他們是 這些都是 其實出處都有危機了 這個中華民國 所以等到美國 給我們更大的時間 還有機會宣布的時候 才知道我們正常的地位 所以都很清楚啊 你們知道在一個中國的政策裡面 和中國跟美國的三個公報 這些都是為了中華民國的地位而設置 民意之間是跟人民之間 你看我們在保護中華民國 軍售賣給中華民國 到最後還是沒辦法處理這個 台灣跟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的處境 所以今天我們扣告美國 就是要處理今天我們台灣的問題 那當然有處理 就是等到他自己正式的宣布 所以為什麼最後我們需要跟中華民國 終戰寫一書和平寫一書 目的就是因為中華民國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跟日本交戰也是中國人 當時中華民國是中國人 那他也帶了 那我們的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時候 也把我們台灣人帶到中國去作戰 不是嗎 這一些複雜的關係 我們要處理就是 中華民國必須要離開台灣 才是正路 但是這個正路呢 還有一個關卡 請美國主持 中華民國 跟我們台灣政府 簽署中戰寫一書 跟和平條約 這個樣子才是結束 就是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讓中華民國 繼續繼續在台灣的將領 在台灣的統治 要繼續 就是要請 和平條約 和平條約 因為整個的作戰程序 在全世界 最後一定要寫和平行事 那今天中國國民黨說 我們只要總統 我們拿總統執政 我們就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寫和平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台灣無關的是 台灣跟中華民國的問題 才是關鍵性的 沒有處理這個事情 只有處理他們兩個中國的事情 我們台灣人 一般台灣人清楚的 不知道 小營政府為什麼 沒有屬性 跟台灣人來說 這是我們台灣人處理的問題 他要自己的政權 他以為沒有政權 他就沒有賺錢 沒有信使 對不對 而且 跟賴清德這樣 氣勢戰鬥 你看 又不守民主制度 本來民進黨 是很重視這個民主制度的問題 最後還是 可能會跟科帝一起 可能要托黨 就要走路府 否認 否認 這樣的事情 當然我們不知道 因為這是他們的動作 但是至少 他們的民主制度 就是問題比較大 無情無錯 國際戰爭法的規定 無嚇咱的 這個 古平山和平條約 沒有按照我們 舊心上和平條約 台灣的定位 國際戰爭法的地位 也沒有講 因為講得很清楚 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是中華台北 也不是中華是民國 也不是中華民國的 也不是中華民國的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台灣人不是中國 這個對我很清楚 清楚 但是台灣人不處理 有了 只有靠婆 是有口號 台灣就是台灣 爛台灣人就是台灣人 問透台灣人 沒有按照國際戰爭法 沒有實際落實 要跟美國怎麼慶祷 他們也不知道 也不願意面對這個 戰爭法 舊心上和平條約的定位 不敢面對這個事實 只有瓦克讓台灣有這個 今天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巨大的使命 就是要做這樣的更大的工作 今天我們參與 使大家真的是很大的福氣的人 可以參與 這是我們為了台灣人 為了我們台灣的百姓 設想 台灣人民的造型 化了一清一清禮臭 中國就是中國 台灣就是台灣 為一的佛武法 就是哭到美國 佛美國和中國美國 只有神經 放棄 自己扛電手 所以現在要等 美國的手手 手 手手手 所以這樣的事情 我們討論來當 幸福大家 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聊一聊 然后讨论 下面有没有特别的事 来讨论一下 我们时间到了 下面 我们年轻人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好 希望继续到你们的各州 然后去挖掘问题 然后彼此讨论 好 这样到现在 给你们辛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